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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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是迷运的使者 与所有凡人和众神来往的他 获利虽少 但漫漫黑夜中 他依然花招不断 真不错 是谁写的 我最喜欢的诗人 不过现在还没有出生 不过现在还没给你 不过现在还没有出生 是几个小时 我再来 找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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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嗯 啊 啊 我看你了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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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我 我 喂 你人在里面吗 我来了 你的斧头在这儿 芬妮斯走进那斧头 感受到了她的召唤 看着像是阿塔兰特之斧 肯定是放制品 不过 在芬妮斯拿到她之前 那斧头就被一股可怕的力量拉进了深坑 是谁在大声喧哗 没人 你把我当愚蠢的独眼拒了吗 好大的胆子 敢不敢进我的地盘来玩玩 芬妮斯就这样完蛋了 故事讲得相当不错 坦白地说 部分剧情节奏拖沓 但结局却是出人意料 好 愿赌服输 你也该来帮我对付帝风了吧 还没结束呢 从长远的角度讲 好 好 好 我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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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 这 这里是什么地方 是啊 这奇异的地方究竟是哪里 这里是塔尔塔罗斯 芬尼斯是身处仙境还是魔域 塔尔塔罗斯 就是我关押狄风的那个凶险沉渊 他逃走时 肯定打开了通往明界秘境的裂隙 你我心知肚明 直接说就行 原来这里是 扫兴 你好烦 但你 不好奇吗 不好奇 你继续 你这家伙 不知道是勇敢还是蠢 如果你没能通过我的挑战 就会和他们一样 灰飞烟灭 你是谁 喂 这家伙伴 你不想联系 你不想要 您不想联系 这家伙伴 你这家伙伴 你怎么会 那你不想联系 你就会 你不想联系 你怎么会 你不想联系 你 可能会 我还看不见你 我不会的 这是什么 翅膀 芬妮斯用手摸了摸那翅膀 发现上面缺了点零件 就好像有人把它拆散了 好像是人工的 这要怎么用呢 还能不能用啊 居然真的能用 还不赖 那斧头 阿塔兰特之斧 他是最矫健的英雄 也是最致命的烈士 但他败给了低风 我本身变成狮子了呀 你把很多人变成了各种东西 我是该戒酒了 你只要还活着 我觉得那里非同一般 那是我的闪电 被低风分散着藏了起来 结束了 芬妮斯会化为灰烬 只有我才能触碰那些闪电 哦 是吗 哦 是吗 木制品 我的天 力量涌入了芬妮斯的全身 这力量强大到难以承受 这是怎么回事 再见了凡人 然后就在此时 戛然而止 不 翅膀做了防雷接地 设计的时候就考虑了承受风暴 这不可能啊 然而这只是开始而已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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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曾经跳进塔尔塔罗斯的深渊 并活下来讲述经历的芬妮斯再次得胜归来 走着瞧 我追的那个陌生人 他去哪里了 有了翅膀后他就能飞越这座古桥找到答案 我可不会把捡来的垃圾直接穿到身上 鬼知道这玩意儿经历过什么 许多夜晚 芬妮斯都讲过一个天才的故事 发明家戴达罗斯和他神奇的翅膀 也许有人抄了他的设计 芬妮斯猜到 破烂赤吧 呜 也许受个诅咒 小吃 是 入股 不是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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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观看